最新娱乐资讯,1月3日,MBK方面向韩媒透露称,去年12月末,与Tierra的专属合约到期,最终决定将不再续约,今后会为彼此的活动予以应援。 成员朴孝敏也在SNS上公开了手写信对合约到期仪式进行了说明,手写信全文如下,新年仪式,时隔19才向大家送来了问候,大家都过得好吗? 我们在去年年末离开了和我们一起走过十年时间的公司,但是请大家别担心,虽然现在还不能具体的和大家说清楚,但是成员们今后不管何时何地,应该都是可以在一起的。 成员们都各自获得了久违的休息时间,享受悠闲的时光,此外也需要慎重地考虑一下以后,该怎么做才能拥有更多和粉丝们相处的时间。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,我很希望能多多的和粉丝们经常见面,从觉得得到大家的爱是理所当然的年幼时节,到明知道得不到大家的爱也想重新开始的现在。 再次感谢这段教会了我们很多的时光,再一次的重新开始虽然让人觉得心动,但是和十年这段漫长岁月里一起同甘共苦过的公司离别,确实好像让人也有了一种和相处很久的恋人离别后,又马上投入新恋情的害怕和小心的部分。 还有想对粉丝们说,虽然这不是结束,但还是要感谢大家在这十年里对我们毫无保留的支持,大家都辛苦了,再过段时间就会带着好消息来和大家见面的。 大家不要太担心,请等着我们吧。 那么祝大家在2018年新享试城,新年快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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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